姚华听着赵轩桓提起了荣华 眼睛一红 十分的伤心 赵轩桓道 听你姐姐说 就是因为这个 薛家才没有选你 选了你八妹妹荣华 姚华不知道 赵轩桓为什么会提起这个 急忙的 也不是 上次我们去薛家 薛侯爷看上的就是八妹妹 和这个没有关系 是姐姐担心 我才会说的 姐夫不用放在心上 真是一朵结语花 娇弱 善良 又知尽退 和荣华那时候与她说的 一模一样 桃瑶华 赵轩桓仔细地看向瑶华 你一定知道你五妹妹 是怎么死的 姚华使劲地撵着手帕 赵轩桓又道 若是你能告诉我 我们心里又都有她 就算是她成就了我们 将来我一定会对你好 姚华十分地慌张 睁大了眼睛看着赵轩桓 姐夫 别再这样说 我 赵轩桓从枕边拿出一只香囊来 脸上的半点柔软 都消失一尽 这是你送给你姐姐的香囊 姚华抬起头看一眼 脸色就变得有些难看 赵轩桓接下来的话 让她整个人都喘不过气来 赵轩桓似是冷冷一笑 你认不认识马道婆 你可知道她手里有些香料和药粉 是让人堕胎的 香料是你送给你姐姐的 药粉是让谁下的 你还记不记得秋和 姚华向后退一步 手掌支撑在后面的矮桌上 不可置信地看着赵轩桓 姐夫怀疑是我害了姐姐 为什么要害我姐姐 姐夫怎么能拿这些话来说我 姚华的眼泪不停地掉下来 我有什么理由要害姐姐 姐夫又是听谁说了这些话 赵轩桓闭了闭眼睛 脸上是一片漠然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你五妹妹 所以恨我和你大姐 姚华眼泪半挂在脸颊上 微微张开嘴 家里都说大姐夫和五妹妹 难道是真的 赵轩桓目光闪烁 皱起眉头 你不知晓 姚华哽咽道 我明明没有跟我说过 我哪里知道 我只以为那些闲话 是有人乱说的 我实在没想到会是真的 赵轩桓听着这些话 再看看姚华的表情 那么的真 似是发自内心的 你是不肯承认了 你父亲母亲 如何知道我和你五妹妹的关系 在陶家和荣华最好的就是你 荣华能将这件事告诉的 也只有你 姚华争了一会儿 似是才明白赵轩桓话里的意思 就慢慢地睁大了眼睛 半晌才搜万念俱灰的道 姐夫为什么要这样想 我和五妹妹那样的情分 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看着赵轩桓看她的目光中 没有半点的信任 又咳嗽一阵 半闭上眼睛 眼泪流到腮旁 整个人都摇摇晃晃地站立不住 姐夫不肯相信 只要等将来我们都见到了五妹妹时 再问个清楚 问问五妹妹是不是也这样想 是不是也 轻轻地抽气 是不是也这样想我 说者就一转身 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 姚华出了赵轩桓的屋子 一路跑出了月亮门 又有赵轩桓吩咐的婆子接应 婆子将姚华送出了长廊 香竹忙迎了上来 见到姚华一脸的关切 小姐 你这是怎么了 姚华摇摇头 香竹道 小姐本是来照顾大小姐的 怎么过也好像是 要不然咱们回去吧 姚华看了香竹一眼 大姐病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能回去 我现在一眼也不敢离开她 生怕 我心里多害怕了 说着就再也忍不住地哭出声来 上次见到姐姐还好好的 病已经好了许多 这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 香竹急忙安慰姚华 小姐别想的太多 现在大姑奶奶心情不好 有小姐陪着坤坤心 说不定慢慢能好起来 也不一定呢 姚华点点头 无论怎么样 姐姐比什么都重要 香竹忙道 小姐 我们进屋去吧 天气凉又下着雨 你要注意自己的身子才是 姚华用丝帕擦了擦眼睛 尽量稳定住情绪 好半天才合手道 我们去小厨房给姐姐熬药吧 一会儿再去姐姐屋里 免得姐姐看到了 还以为我 心里难过 香竹想要去姚华 这小厨房里毕竟是冷的 再说 炉子里的烟一熏又要咳嗽 可是看姚华的表情坚定 也就只能顺着姚华的意思 陪着姚华 往小厨房走去 那边 黑暗中走出一个 穿淡青色笔甲的丫鬟 目光随着姚华和香竹的身影 到了走廊尽头 等了一会儿 赵轩还养病的院子里 匆匆地走出个小丫鬟 那小丫鬟左右看看 与她到了僻静处 低声说了会儿话 两个人才分开 各自往别的方向走去 沉淡青色笔甲的丫鬟 一路就来到姚华的院子 姚华屋里的妙童 立即打联让她进了屋 那丫鬟静止到了姚华床前 床上的姚华 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妙童 妙童立即就退了出去 关上阁扇 找了个小屋子和针线普罗 坐在外面的屋里 淡青色笔甲的丫鬟 是舒华身前得力的 名字是舒华起的 叫妙娥 虽然在赵府里长大 却因舒华待她好 对舒华十分的忠心 现在对着舒华苍白 没有任何生气的脸 打听来的话到了嘴边 说一句话 却不知道该如何说了 舒华的眼睛 看着床边那对 铜流金的仰角宫灯 再看看屋子里的摆设 哪一件东西 不是她精心挑选出来的 包括测室里 小书房的摆设 知道她喜欢 无违居那样简单的布置 她特意找来那些 简约大方的桌椅样式 请人仔细做好 谁知道 她却从来没问过一句 更没在小书房里看过几次书 写过几次的字 她渐渐知晓 她不喜欢自己的脾气 她尽量学着收敛 让自己变得婉约 向她心里喜欢的模样靠近 可是却没有得来她半点的回应 她做过一切最坏的打算 赵薰桓可能养了外屎 这样的事 爹也做过 她还想过 万一是真的 她会装作大度地将那外事接近福利 这样好让她知道 她桃书华不是成不了一个好妻子 不是不懂得体谅她的难处 不是不能接近不能相处的 可是却怎么也没想到 她心里那个人 竟然是五妹妹桃荣华 偏就是她桃荣华 她实在不明白 桃荣华不过是个庶女 有几份的才气 却清高作作 怎么就让许多的人喜欢 而她却为什么要永远地生活在她留下的阴影里面 小时候 母亲经常因为爹护着二姨娘而掉眼泪 二姨娘死了之后 兼有独喜欢二姨娘生的树女荣华 只要喝了酒 爹就会说出二姨娘和五妹妹的好来 她心里暗自生气 有几次想和爹辩驳 却都被母亲拦下了 要说身份 她才是正统的嫡处 有几次 她因为父亲送给五妹妹的礼物而难过 母亲私下里悄悄劝解她 记住你才是这府里真正的小姐 不管是谁都不能动摇你的位置 你爹爹对她的好不过是暂时的 你们将来会有云泥之别 永远不要让人小瞧了你 永远不要让人小瞧了你 是 大声地告诉他们 什么时候都不能小瞧了她 陶书华 五妹妹病死了 表面上她觉得畅快 心里却也惋惜过 实时诅咒一个人死是一回事 真正看到她死是另外一回事 很快地得知她的婚事 见到赵轩桓 她心里雀跃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回到房里愣了半晌 才意识到这是真的 她真的要出嫁了 嫁给那个面容舒朗 温润如玉 一眼就让她怦然心动的人 她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 从此与其他人有缘泥之别 从此之后 谁也不敢再小看她 谁都要用羡慕的眼光 看她身边拥有的一切 从此之后 她再也不会听着母亲怨恨的声音 母女俩在爹的面前小心讨好 再也不会了 她比府里的姐妹 比那个死去的桃荣华 又如何 却没想到 迎接她的是夫君的冷漠 婆婆的专制 她极力地容忍 极力退让 极力 还是到了今天 她都已经想不起来 她成婚式的心情 是怎么样的雀跃 怎么样的期待 陶荣华 她为什么永远都避不开她 陶荣华死了之后 还要左右她的人生 舒华喘了几口气 催促妙额 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妙额这才到 婴儿说 大爷问桃荣小姐 若是 若是 舒华转过头来看她 妙额摇摇嘴唇才说出来 若是桃荣小姐 说出桃荣小姐到底是怎么死的 大爷就去桃荣小姐进门 听了这话 舒华的胸口顿时像被石头压住 眼前就一片漆黑 差点就喘不过气来 妙额叫了半天 用手在舒华的胸前不停地拍拂 舒华的胸口起伏了一会儿 终于才有了力气 睁开眼睛 那双眼睛绝望地死盯着妙额 快说 妙额不敢忤逆了舒华的意思 眼泪就流下来 他也说 二小姐向马道婆买了香料和药粉来害大奶奶 还说那药粉是秋盒 舒华咬着牙 闭起眼睛 调整着喘息 赵宣环告诉他马道婆的事 一开始 他还觉得他的小铲 和姚华送他的香囊 似是有些关系 他嘴上虽然不肯服软 私下里也让人去寻过那马道婆 马道婆虽然没有找到 他却直接地问过姚华 姚华错愕的表情 并不像是作假 再说 姚华怎么会害他 他们姐妹这么多年 姚华的性子 他会一点不清楚 姚华向来都是心软的 在他面前 都是在替别人说好话 府里上上下下 大家都喜欢姚华 这样害人的事 他怎么也不能联想到姚华的身上 姚华喜欢香粉 不是一日两日了 他还带过几次香料给姚华 里面都是些什么 连他都没有注意 姚华一个未出阁的小姐 又怎么会想到那么多 再说 那随身的香囊 还是他跟姚华主动要的 如果连那个 从来都是关心自己的 异母同胞妹妹都不相信的话 他在这个世上 还能去相信谁 母亲姚华 是他最亲近的人 赵轩还这个时候将姚华叫过去 显然最重要的 并不是要问姚华马道婆的事 而是想要用这些威胁姚华 说出荣华的死因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赵轩还心里想的还是荣华 赵轩还那番华 甚至连秋和都牵连进去了 秋和跟了他那么多年 从来都是一心一意地在身边伺候 最后却落得那样的下场 他的心怎么就那么硬 秋和死了 却连个好名声都不留给他 舒华的嘴角 浮起一抹奇异的笑容 想到了自己 他死之后会怎么样 秋和的是 没有真凭实据 都被他说成这般 自己可是亲手伤了他 会被他说成什么 就算他并不是有意的 有几个人会相信 他真的不是要伤他 只是想以自己的性命为要挟 让他死了那条心 不要将荣华的牌位取回来 谁知道 他却冷漠地看也不看他一眼 他一时之间昏了头 想着与其这样活着 还不如到他面前了断了 大家都干净 没想到 他就忽然跟他抢那把刀子 妙娥起身 服侍着舒华喝了几口水 舒华喝到第三口时 只觉得猴头四杯堵住了一般 怎么也咽不下去 妙娥看到这个情形 忍不住侧头掉了眼泪 舒华想抬起头来 手指感觉到一阵的酥麻 他不受控制的就颤抖起来 看着门外挣扎着问妙娥 我二妹妹 妙娥道 二小姐哭红了眼睛 怕大奶奶看见伤心 就去了小厨房给大奶奶煎药 舒华嘴边露出一个柔和的微笑 他就知道 姚华是一心地为他着想 舒华 舒华重新闭上眼睛 好半天才问妙娥 外面的雨还在下吗 妙娥道 还在下呢 舒华轻轻地点点头 头一偏 歪在一旁 妙娥出去 将妙童也叫进来 两个人正商量着 要给舒华换一场松软的被子才好 这场被子虽然暖和 毕竟是重了一些 似是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妙童妙娥两个正说着话 舒华忽然睁开眼睛 慢慢地说道 我应该再将谁叫过来看看才好 妙童妙娥一时之间 没弄明白这话的意思 好半天 两个丫头这才恍然大悟 忍不住地就哭了起来 大奶奶这是觉得自己好不了了 只有这临终一眼之缘了 一大早吃了早饭 荣华和薛夫人在老夫人的屋子里 听雨管事报了平安 侯爷在地上都安好 只是不得回来 老夫人点点头 这样紧要关头 还是办差要紧 薛夫人也道 只要能听到消息就行了 雨管事出去 不一会儿 二太太三太太也来了 经过了昨天的事 二房和三房似乎更加亲近了些 三太太看着二嫂是笑一连连 这一次他们三房是欠了二房的人情 没有明矮 明英 明达 明太三个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昨晚老爷要打明英 明达和明太 还是明摆过来劝说了半天 老爷让三个孩子跪了一晚 才算罢休 三太太想着 就瞄了一眼荣华 但是还真心 这个故事 你不在乎 是我的眼睛